难怪黄荣厌恶杨过 你看黄荣的清语被谁所毁 傻小子郭靖亲眼目睹 在神雕的开篇 好乞讨为生的杨过 护育了郭靖 郭靖见杨过是故人之子 当即将他接到了桃花岛上 准备将一身所学 倾囊相授 然而黄荣却率先抢了杨过当徒弟 这里又瞒着郭靖 不叫杨过一招办事 黄荣的排挤 害得杨过备受武士兄弟的鄙视 最终在桃花岛的海边 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由于杨过没从黄荣那里 学会半点武功 只能施展蛤蟆弓反击 听闻杨过练成了蛤蟆弓 黄荣气喘吁吁的 跑到了案发第一现场 书中是这么写的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只见郭靖黄荣飞步奔来 郭靖抱起武修文 在他胸腹之间推拿 黄荣走到杨过身边 问道 欧阳峰呢 他在哪里 杨过茫然不答 黄荣又问 这蛤蟆弓他什么时候教你的 杨过似乎听见了 又似乎没有听见 双眼失神落魄的望着前面 嘴巴紧紧闭住 生怕说了一个字出来 黄荣见他不理 抓住他双臂 连声道 快说 欧阳峰在哪里 杨过始终一动不动 一瞧 黄荣一向以聪慧机敏 气定神仙著称 这一次却判入两人 而是郭靖沉稳至极 第一时间抱起武修文 在他胸腹之间推拿 反观黄荣 他似乎丧失了理智 而且变得气急败坏 否则又怎么会抓住 杨过的双臂 连声逼问杨过 欧阳峰在哪里 读者们看到这里 似乎已经发现了 蹊跷之处 黄荣之所以厌恶杨过 多半和欧阳峰有关 那欧阳峰又做了什么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谈一谈 黄荣的单纯之处 说黄荣单纯 相信一些网友们 嗤之以鼻 只因禁庸笔下的 黄荣古灵精怪 敲力跳脱 又怎么会和单纯 二字粘的上边 其实 笔者所说的 单纯指的正是男女之事 原来黄荣虽是 黄荣师之女 也被柯震恶怒 视为小妖女 可黄荣却对男欢女爱 一窍不通 好比黄荣和郭靖 谈论女人 怎么生小孩之时 黄荣就一度 表现得极为幼稚可笑 书中是这么写的 黄荣问道 靖哥哥 怎样才会生孩子 你知道吗 郭靖道 我知道 黄荣道 你倒说说看 郭靖道 人家结成夫妻 黄荣道 我也说不上 我问过爹爹 他说孩子是从壁窝里钻出来的 黄荣师的一句 孩子从与人壁窝里钻出来的 一度让黄荣信以为真 无独有偶 红七公在揣测欧阳风 欧阳克为何搜罗 如此之多美女之时 黄荣同样表现得单纯可爱 原著里是这么写的 红七公愁逐道 这老怪信了什么 彩阴补羊的邪说 找了许多女子来破了 说可以长生不老 黄荣问道 怎么破了 他这么一问 红七公一时倒是难以回答 黄荣又问 破了 是杀了他们吗 红七公道 不是 一个女子受了这般欺误 有时比给他杀了还要痛苦 有人说 失节是大 饿死是小 就是这个意思了 黄荣茫然不解 如此看来 黄荣尚未与郭靖洞房花竹之前 的确是一个不懂男女之情的单纯少女 既然是纯真的 犹如白纸一张 黄荣自然把轻语看得极重 好巧不巧的是 在射调的末尾 黄荣却被欧阳峰掳走了长达半年之久 当时黄荣和郭靖因为误会分手 一个人走到了华山脚下 终被潜伏已久的欧阳峰所扶 当郭靖追寻到山洞之时 已过去了半年之久 便在此时 郭靖亲眼目睹了 黄荣轻语被毁的至暗时刻 原文道 黄荣叫道 不要脸 我偏不教你 欧阳峰连声怪笑 医生道 我瞧你教是不教 只听得黄荣惊呼一声 哎呦 接着吃的一声响 似是衣衫破裂 当此之时 郭靖哪里还想到 该不该与人动武 大叫 容二 我在这里 左掌护身 抢进山洞 看到这里 能发现两条关键线索 第一 要不是郭靖及时赶到 加之黄荣头顶女主光环 欧阳峰撕裂了黄荣的衣裳之后 还会做什么 惹人浮想连篇 第二 前面提到 此时的黄荣是一个 不懂男欢女爱的单纯少女 他自然会将欧阳峰撕裂 自己衣衫直举 视为奇耻大辱 毕竟在黄荣看来 女人是从碧窝里 生出小孩的 而随着黄荣衣衫的破裂 她的相间 碧窝早被欧阳峰看到 因此 对于黄荣来说 欧阳峰的举动 已经毁掉了她的清语 而黄荣的未婚夫郭靖 则亲眼目睹了 欧阳峰欺辱黄荣的全过程 只可惜 欧阳峰武功实在太高 就算是中年 郭靖也无法彻底碾压她 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时隔多年 依旧无法报仇的黄荣 仍是耿耿于怀 当她得知 杨过乃欧阳峰一子之时 她为何会如此厌恶杨过 就解释得通了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文笔 她的武侠小说 看似荒诞不惊 实则将人的心理 展现得极其细致入围 让人看了不由的拍案叫绝